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中当谈到最让人期待的朋友圈时 大家一致认为杨子的朋友圈最受欢迎 杨子是从小就进入娱乐圈 并且在这个行业中奋斗了很多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挑战 他仍然保持着天真和可爱的品质 杨子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帆分顺的 他成为了许多热门影片中的主角 并且在90后当红小花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杨子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 是一个来自草根的女孩 她的幸运在于一路上多次遇到了乐于助人的贵人 才最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杨子和肖战在事业上相互促进杨子 作为一个小童心出道的演员 早已在大家心中深深留下了印象并广为人知 邱盈盈的形象在电视剧《欢乐颂》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杨子将这个又做又单纯的女孩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大家误以为那就是真正的杨子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杨子展现出的是一个勇于捍卫正义的形象 这只是他对角色进行雕琢的一部分 或许自幼进入娱乐圈 杨子对一切都有着淡泊的态度 他也深知口碑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经历了20多年的娱乐圈生涯 杨子几乎没有涉及过什么负面新闻 甚至连绯闻都很稍有 自从《家有儿女》播出以来 杨子的可爱形象一直深入人心 他被誉为全名宠儿 杨子非常高兴地对待这份喜爱 毕竟他代表了人们对他演技和形象的认可 然而杨子从小就一直在努力 他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并接触更多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 杨子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别人的闺女 这种角色定位限制了他的戏路 然而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这种束缚 他努力挑战自我 积极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戏剧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题材 他都毫不犹豫地接受 他甚至被誉为娱乐圈的劳魔 惊人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段 竟然有四部由他主演的戏正在上映 他还参与了余生请多指教与肖战搭档 这部剧播出后掀起了热潮 赢得了无数肖战粉丝的热爱 同时也引发了更多人对杨子的关注 杨子如今已是名声大噪 再增加一批粉丝无疑是血上加双 然而对于这些事情 杨子并不是太关心 因为他明白作为一名演员来说 专业素质才是最重要的 肖战在这段时间可以被称为 杨子所遇到的众多贵人之一 他无数次为他赢得了大量的粉丝 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波 让肖战士先在红毯上 帮杨子提群子的举动备受关注 杨子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几乎没有传出过离谱的绯闻 更不用说这种事情了 肖战的粉丝和杨子的粉丝 突然陷入混乱之中 仿佛认为肖战只是想借杨子的热度 来吸引关注 杨子没有理会这些谣言 而是继续经营着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肖战的流量助推 使得杨子无意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流量的力量既能成就人 也能毁灭人 杨子本来就已经备受瞩目 而且他还打破了传言 义无反顾的支持朋友 让人对他的好感更加倍增 杨云飞全力支持女儿的事业 毫不犹豫 杨子如今在当红的90后小花中 独树一帜 他的成绩几乎无人能及 杨子几乎全年都在忙于街拍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想 通过作品展示自己的才华 然而 他所取得的一切功绩 最终要归功于背后的男人杨云飞 及他的父亲 杨子的父亲是一位消防员 他像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消防员一样 都充满正气和坚定 尽管从小杨子的家庭条件一般 但对待女儿的态度也同样如此 对于他的梦想给予了无限的支持 杨子诞生之年 正值深奥之计 为此 他的父亲给予了他一个与奥运相关的名字 杨尼奥 杨子本以为自己的一生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过着无忧无虑 快乐成长的生活 然而 年幼的杨子便展现出了聪明伶俐的天赋 并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既感到高兴 又面带愁容 女儿拥有自己的理想 这让我感到欣喜 尽管他年纪还小 但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爱好 令人忧虑的是 作为一个普通家庭 我对孩子的帮助实在是微乎其微 杨云飞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 无论孩子想要什么 他都会竭尽全力予以满足 因此 年纪尚小的杨子便与他一同前往各大剧组 试图为他实现梦想而努力 杨子年纪尚小 然而上天却总眷顾那些努力奋斗的人 尽管只是一些边角料的角色 但这些机会依然让他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杨子在之前积累了一些资源 因此被加油儿女导演发掘 由此迅速走红 在这个备受瞩目的作品中 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迅速赢得了大家的心 夏宇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可以说是与杨子的本性相似 她的学习成绩优异 且个性开朗大放 她在加油儿女中的出色表演 不仅让他赢得了自己的好友和恩人 还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就在那个时候 张一山成为了她另一个重要的人物 杨子的战队 张一山毫不犹豫 每年杨子和张一山的生日 都会有大家敲手以待的零点祝福 准时送到对方手中 这对备受娱乐圈瞩目的年轻才俊和美丽佳人 自幼便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因为他们家庭的关系而结缘 在今后的事业发展中 我们将成为彼此最坚实的支持 每当谈到我在娱乐圈最好的朋友时 对方的名字总是首先脱口而出 杨子的性格非常随和 常常表现得像一个男孩子一样 与许多男演员都能建立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 然而在她内心深处 最亲近的人就是与她一同成长的张一山 杨子目前稳居90后女演员中最具实力和潜力的宝座 而张一山也不愿示弱 张一山在与最终的出色表现 再次将她带回了大家的事业 同时也为两人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辉煌成就 也许这是两个杰出的人共同创造的光辉时刻 不仅事业蒸蒸日上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日益深厚 在杨子喘出恋情的那段时间 与其他人不同 张一山并没有选择销声匿迹 而是毫不犹豫地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杨子重返演艺剑时 张一山立即站出来协助宣传 始终给予全力支持 杨子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时 可以说与这位朋友的情谊异常深厚 他成为了他疲惫时候的坚实支持 张一山会在杨子需要的任何地方出现 两人一起走红毯的场景更是令人惊叹 杨子曾短暂地从距离处获得了一些资金 资本的力量将娱乐圈描绘成一个泥潭 让其中的水变得更加浑浊 许多人开始充满期待地等待杨子出演 《家有儿女》的第三季后续 人们对杨子寄予更高的期望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第三季收到了一片骂声 大家注意到第三季的演员名单中 没有杨子的名字 因此普遍认为杨子可能开始失去了影响力 杨子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网络攻击 人们普遍认为他不再保持着踏实的演员分范 然而在当时杨子没有资源和背景支持 因此根本无法对抗网络上的骂骂声 杨子直到最后才回忆起这段事情 并含泪揭示了真相 原来当时他被人顶替了 杨子之所以被挤占 是因为资本方的女儿有意出掩盖角色 与常文不同 并非因为他耍大牌 杨子第一次轻点目睹了资本的强大力量 这让他深切体会到了他的威力 因此 尽管一直以来都依靠自己 但他也期望能有人保护着他 可是就在这时候 一个与他名字发音相同的附加子弟杨子突然出现了 当时杨子开设了一家巨大的公司 并恰好注意到了年仅16岁的杨子 甚至为他发布了音乐专辑 杨子感到无比幸福 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这一切都得益于资本的支持 杨子对杨子的呵护备质 特别是在他的生日上 他不仅送给他一份昂贵的礼物 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 然而资本的实质就是虚伪 不久之后网络上传出了两人的绯闻 大家普遍认为其实是杨子在试图利用杨子进行炒作 于是对杨子的攻击也开始增多了 在这个时候杨子才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 他发现自己只是资本游戏中的一颗棋子 杨子意气之下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便与距离毁约 并且取消了对杨子微薄的全部关注 关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对之一无所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杨子如今已经是大红大紫 与他合作的男演员几乎都是订阅之选 杨子曾经与李线合作主演了《亲爱的热爱的》 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其他人的火爆 这部剧在尚未开播之前就引发了巨大的热潮 人们对他充满期待和期望 而一旦开始播出后反响更加热烈 对于杨子大家喜爱有加 而对于李线则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追捧 几乎所有与杨子合作过的男演员都对他的演技和人品赞不绝口 因为他拥有极具魅力的个性 他在娱乐圈中可谓是难得的一位敢于坦率表达的女演员 因为他非常直接爽快 所以结交了众多朋友 如今的杨子不再是一个躲在他人背后的小孩 而是能够独自扛起自己的责任和未来